张晓明正在校园里无所事事的打发时间 突然一道闪电划破天空 击中了他的身影 他瞬间失去了知觉 当他再次睁开眼睛时 发现自己身处一个陌生的世界 周围是高耸入云的城堡和绚丽多彩的魔法阵 他低头一看 自己身穿一件华丽的魔法长袍 手中握着一根闪闪发光的魔法杖 这是哪里 我怎么了 张晓明惊恐地问道 就在这时 一个声音从他背后传来 欢迎来到艾斯特里亚 你是被选中的救世主张晓明转身 看见一个身穿白色长袍的老人 满脸慈祥地看着他 张晓明逐渐适应了这个奇异的世界 他发现自己拥有强大的魔法力量 可以召唤风暴 操纵火焰 甚至还能治愈伤口 在老人的指导下 他开始了拯救艾斯特里亚的旅程 一路上 他结识了各种各样的朋友 勇敢的骑士雷欧 聪明的魔法师艾莉娜 善良的精灵鹿 他们一起对抗邪恶的魔王 经历了无数次惊险的战斗和冒险 随着时间的推移 张晓明逐渐发现 这个世界的很多地方 与他在地球上读过的奇幻小说非常相似 尽管如此 他还是尽心尽力地履行自己的使命 终于张晓明和他的伙伴们来到了魔王的城堡 在一场激烈的决战中 张晓明拼尽全力 终于击败了魔王 然而 在胜利的那一刻 魔王发出了最后的诅咒 一道黑色的光芒直射张晓明的心脏 张晓明感到一阵剧痛 视线渐渐模糊 当他再次醒来时 发现自己躺在一个白色的房间里 周围是各种医疗设备 一个护士正在调整仪器 看见他醒来 立刻叫来了医生 张晓明 你终于醒了 你昏迷了整整三年 张晓明愣住了 三年 那我在艾斯特里亚的一切都是 医生点点头 你在一次意外中受了重伤 一直在昏迷状态 你大脑的活动非常活跃 可能是你自己创造了一个奇幻世界 来保护自己张晓明一时 难以接受这个事实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开始接受现实 他意识到 虽然艾斯特里亚 只是他脑海中的一个虚拟世界 但那些经历却是真实的 他在康复期间 写下了自己在艾斯特里亚的故事 并最终出版了一本名为 艾斯特里亚的旧事主的小说 小说大受欢迎 张晓明也因此成了一名畅销书作家 尽管回到现实 但他心中始终怀念着 那个奇幻的世界和那些并肩作战的朋友 他明白那段离奇的经历 不仅交汇了他勇气和友谊 更让他明白了生命的珍贵与奇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